好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个人气一直很高的大姐头 就是爱情公寓里面的大姐头 胡亦菲 那这次来到我们全明星任务迎接挑战的就是娄一霄 是的 娄一霄 那到全明星任务呢 自然要挑战点不一样 平时看上去非常大大咧咧的娄一霄 今天要做一件跟小动物有关的事 那就是训导小动物 那很有爱 来看一下 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宠物训练学校 只有非常多的动物 今天我们的任务也是跟动物有关系的 今天来挑战的明星娄一霄 听说非常地喜欢小动物 在中间即将完成的任务 也是训导动物 训导什么动物 它能够完成吗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跟随我的脚步去找娄一霄吧 本期全明星任务 娄一霄要挑战的工作是动物训导师 选择动物 训练动物 并在终极挑战当天相互配合 完成一场汇报表演 这对于生活中本就很喜欢小动物的娄一霄来说 似乎正真下怀 小动物蒙翻天的表现 让娄一霄放松警惕 他居然主动要求提高挑战难度 放弃了狗意训练的小狗 转而选择这群毛色灿烂的鸟儿作为搭档 你看 鞠躬 鞠躬 真的听得懂 鞠躬 鞠躬 太可爱了 过去六天里 娄一霄的训练历经波折 只为等到终极挑战日这一天 女士们先生们会来的龙一霄表演大会 嗨 大家好 我们的动物主角可可可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接下来我们即将表演的是 打开翅膀 用瓜子打啊 用爪子打招呼 摇头去攻说自己的姓名 首先进行第一项 打开翅膀 快快 打开 诶 真漂亮 好 表演成功 接下来进行第二项 用爪字打招呼 接下来打招呼 对的 太棒了 来 好 表演成功第三项 摇头鞠躬 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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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好棒哦 自己要不说自己的名字 葵鞠躬 这个好像有点大 不会的 我跟他交涉一下 葵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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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好像没有要看见的名字 葵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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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自己的名字 葵鞠躬 葵鞠躬 哇哦 听没听见 有没有听到 葵鞠躬 葵鞠躬 在我的死暴幕园的捣扰之下 表演成功了 要是没你这个死暴幕园 我们的表演的更好 哈哈哈 但是总体来说 还是很完整的一个表演 对不对 谢谢 可以合作成功 合作成功 鞠躬 鞠躬和他的英武搭档葵鞠 虽有遗憾和波折 却还是完成了一场 配合默契的演出 接下来有些我们的粉丝 来投票吧 欢迎 二十 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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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蹭一个还不行 对 十九票 十九票 我说去调教小动物 还是挺重要的一门功课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不都讲 拍戏的时候最难搞的就是 小孩还有动物 那你作为一个女主角 很有可能 你某一出戏里 都要和动物搭戏 然后如果你可以熟悉 她的脾气秉性就比较好 如果不熟悉的话 搞不好什么 从马背上摔下来啊 被什么咬一口啊 那还得调教各种小动物 就是生活在于积累嘛 好吧 对 对 对 握 20 30